大家可能也已经知道结果 还是丁俊辉来获胜 只是这个过程是如何呢 我们就来看比赛 第一局 丁俊辉开球 那么这场球呢 是中旬赛 郑州赛的决赛 在中旬赛 郑州赛开始之前 丁俊辉是遮阜了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斯诺克的排名赛 有一个下周期 这一段时间其实是对于丁俊辉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休息的时间 据丁俊辉的父亲说 这段时间丁俊辉也是在上学 先互动一分 中旬赛确实是中旬赛 仍旧还是沿用着用中文报分的这样一个习惯 这个球呢 明显还是感觉 刚开始手太生 你把球藏到彩球后面 藏的是不干不干 好 蹭了一下四分 小郭东呢 在上一赛季的世锦赛当中 我们看了他好几场比赛 而且呢 他是打败了丁俊辉 那么既然在世锦赛当中可以打败丁俊辉 那么在国内的这个赛场当中呢 应该说他也是有这个实力 不过不得不承认 就是当两人如果在发挥都比较正常的情况下 应该丁俊辉还是占有很大的优势 这个不论是从技术上还是从心态上 丁俊辉毕竟是这个 现在冰是世界排名前16的选手 对 这个球 丁俊辉毕是打包了 所以呢 这个力量就稍显大了 你看这个球已经停在了这样一个小股东 可以进攻的位置 谢谢 谢谢 这就是消耗动力是大厚的 这就是消耗动力是大厚的 其实丁净会切刚才这个球是冒着蛮大的风险 落下来 这个球我就再往下一点 一颗球就好了 这个7分应该是正好没有了 它这样打应该还是有 是正好有了 背球打得轻 但是效果并不好 8分 好 这颗短球还有 拉杆回去打5分 9分 力道上差了一点 但是没关系 上方有一颗 倒拉过来走一颗星 14 15 这个推弹一颗星 还是不错 好 选择4分 特异颗星起来 来打最右侧的红球 这球稍微有点过 19 蛮尴尬的这个地方 你说到位了吧 也算是到位了 够得着吧 勉强也够得着 但是 就是用一个很勉强的动作 来打一个中远的这种球 相对来说 它的失误率就会高一些 你看它身体 其实这个时候是不舒服的 很直 相对很直 20 过来做到6分的中弹 这样的话 就会把它与到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 我们就认为 那个 最新月 因素 的 天 你的 我们都不想 这个 说 你 这个球肖不动想打完 我觉得这个六分摆歪了 一颗切杆 这一杆打完之后呢问题不大 丁俊辉没有什么太好的上手机会 哎呦大范围的走 这种角度上很容易跟五分相撞 如果不跟五分相撞呢 如果它从五分的一边过 又可能会衰弹 主要原因还是在打击红球的时候薄厚 对 就是吃厚薄的问题 力道上的控制呢 是比较容易抓的 但这个厚薄度呢 就直接反映在你的走线上 这个安全球明显是没有算好 不是很明白说为什么要这样打 其实这个角度走出来是更难 因为它必须打得非常非常薄 或者是打得比较厚一点也可以 哇 这个球多难走啊 但是走出来确实很漂亮 如果走到位的话 这个球应该说就是说 如果打进的话是走到位的 走这个黑球 两颗星三颗星 也就会打得比较好 就会打得比较好